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对海上危机的一次陆地突围 所谓的一带一路 它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和这个路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它是分两截的 其中我们看到一些例子 已经超越了丝绸之路 譬如环东南亚的这个铁路的修建 中共呢 它从2004年开始 依据统计数据 对国外的依赖太多 对这个外向型经济的依赖达到了一个顶峰 完了之后呢 最近十几年他们其实一直在寻找突围的道路 包括这个去年开始的这个 人民币放弃对美元的这个固定毁率 改为一篮子货币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走向人民币国际化 包括我们看到新闻 它跟92岁的这个 重新出山的这个老政治家 还刚刚签订了一份交换两国货币 互相作为储备货币的一个方案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做法 都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从目前已知的 你好你好 从目前已知的 信息来看 除非现在除非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呢 是伊斯兰世界与穆斯林世界 迅速的进入热战 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通过私下的勾兑 中共放弃绝大部分国家权益 来换取西方 默认它能继续统治 第一个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个可能性有 但是呢 从这次的中美问题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中共结构性的统治危机 它已经出现了 所以这个坍塌 它是不可立的 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中央的威权 估计在两三年内 基本上 就会失效了 那么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 都能说明 中共在加强 对货币的管制 其实仅仅说到这个 关闭会市 形成自循环 回归到票证经济 仅仅这样说呢 大家可能印象还不深 其实实行这个货币管制 几乎它就是一种暂时行为 货币管制呢 它分三个方面 它不仅仅是关闭会市 因为外汇 越来越少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你很难控制 本币对外币的这个兑换值 在这种情况下 关闭会市 是很多国家 在发生危机以后 采取的一些方案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 它提前进行了两个控制 一个是对本币的控制 2018年的1月份开始 央行对中国人 在中国以外消费的人民币 已经开始射线了 大约是一年十万块人民币 那么 微信呢 也开始控制转账了 上个月我的微信 往来账目超过五万 它就给你锁死了 然后呢 它还比较人性化 每天给你四百五百的限额 你还可以转账 把它兑换出现金 是吧 你能紧紧维持你的生活 但是你想大额的通过微信来转账 这已经不现实了 第三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加密数字货币 现在的全球三十七个国家 一共发行着四千种加密数字货币 相对主流一些的大概有七百种左右 我国内有朋友在搞这个东西 区块链 美国呢 也有哥们准备上市了 也是搞数字币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可能是一个潮流 从经济学界否认 国家拥有货币的绝对发行权以后 数字货币走向我们 其实很快 就这么几十年的事 也就最近几年 四大主流的加密数字货币 已经占据了一万亿到两万亿美元的 这个国际市场 所以它不得不进入主权国家的事业 有一些国家呢 就选择去控制它 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尤为突出 因为我们知道 第一大数字币比特币 它的这个比特币矿山 基本上都在中国 所以中国市面上的比特币交易 不仅数额庞大 而且它的交易值 币值相对低于国外市场 曾经有一些人 利用这个渠道 相对低价的 购入了数字货币 到境外的时候 再把它销售掉 换取硬通货 这样呢 也是资金外逃的一个方式 曾经啊 这是曾经 我们知道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结束了以后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石油美元 中国也搞了一个石油期货市场 就是有一些人把它宣称为叫 中国的人民币本币兑换石油的这么一个交易市场 现在我们看到了 这个市场呢 它能成型的可能性不大 或者说 它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所有国家发行货币 就现代的货币啊 它本质上 都是在输出纸币 获得别国的财富 它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 你无论是西班牙金币 法国法郎 英国英镑 或者说现在的美国美元 它能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是因为背后的强力的国家支撑 政治上 文化上 军事上 中国曾经历史上 也有过周边国家 使用中国货币的例子 譬如说日本 在历史上 它有很长的时间 它不造钱 它只从中国输入 当时中国铸造的铜源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中国控制中国公民 在境外使用人民币 也是这个目的 因为你把人民币 抛向周边以后 周边国家 它可以拿着人民币 来换取中国的物资 实体的财富 控制外汇这一块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政府手上的外汇越少 它心里越慌 它不仅要控制 而且它最终 还会鼓励你上交 让你把所有手上的 这些硬通货 都换成本币 来保障 本国央行的运转 因为一个国家 它在这个市面上混 它是靠外汇打天下的 现在我们知道 除了主流的这些国家以外 大多数国家的货币 它是不太流通的 许多人呢 很久以前都在催 说那个非洲有一些 我们比较友好的国家 或者说周边啊 你包括像老挝 柬埔寨 越南 你用人民币 就可以交易 当地的人民很欢迎 其实呢 这话说的也对 也不对 在一些特定的市场 靠近边境的交易市场 人民币确实有效 但是进入人家的国家以后 人民币它就失去了 这种神话般的作用 绝大多数国家 法律规定只允许使用本币 所以呢 不要过于的轻信人民币国际化 或者说它曾经拥有的国际化 甚至编出来的一些段子 神话 说白了一句话 当美国开始制裁你的时候 你的币值将会直线下降 原因在哪呢 你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拿得出来的领先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人口 人口 有用吗 有用的是枪 是实力 一个国家的实力体现 它不在意你往国外支援了多少钱 你交了多少所谓的国际盟友 而在于你这个国家真正的实力在哪 你说的话能站得起来 别的国家要给你面子 你才能继续混下去 所有的 这种强大 它是靠整个世界来确认的 而不是你自己说 一带一路呢 本身 这个突围就不是很成功 那么又加上今年 美国开始率先对中国发难 那么人民币既然国际化出现问题了 它就必然要收回拳头 管制住货币 甚至进入暂时状态 在管制货币的同时 实行一个有计划的内循环 这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未来 这个可能性其实它越来越大了 有许多人还在试图把人民币资产 换成外币 或者说通过数字币的方式 通过地下钱庄的方式 正在走出国门 这个时间我相信 不会太长了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我不是很擅长 我也不想再说下去 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 希望大家能够抽点时间 看一看我们未来即将遇到的这个问题 货币管制 它是三重的 它不仅仅是关闭汇市 它已经在管制本币了 它已经在杜绝数字币的交易了 那么第三步 管制外汇 我相信它必然会出现 因为管制外汇呢 它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它是国家在出现危机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分界线 你甚至可以看到在王权国家 譬如在沙特这种国家 它并不关闭汇市 但是专制国家一旦遇到问题 它就必然选择关闭汇市 中国历史上呢 曾经出现过 在不久前的中国 中共刚刚见证的时候 它其实一直是关闭汇市 你抓的外壁 不仅要躲躲藏藏 而且你几乎不敢公开的使用 除非你能说明来源 好就好在呢 现在的国人对这个外汇 大多数有一定的认识了 不会那么傻傻的 轻易的上交 即便有一些海外关系 也可以利用侨汇的方式 改善自己的生活 未来这种景象一旦出现 其实呢 整个社会会很可悲 刚刚有一点 开明的这种前景 通过这几年开倒车 又回去了 其实我这个年龄 是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文革的时候 我才几岁 才刚生下来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是 我才刚生下来 是吧 一两岁 当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呢 改革开放了 到我老了 他又开始改回去了 还算命好 我算是阴错阳差的 卖出了国门 所以我可以泡杯茶 静下心来 做一个看客 我表示自己的担忧 但是切身体会 不如还在内地的人群 所以我尽可能 只说出我的看法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好了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